Kenny說他在家住鬚一燒 所以今天我已經帶齊了傢伙來 預備去搗亂 我聞到Kenny的氣息應該是這一座 這些高科技 他是幾樓? 我忘記了 喂 喂,關志斌 這裡 是呀,你在家 我開了 這裡漂亮得 我們今天怎樣搗亂他家好呢 首先,就先攻佔他的書房 因為關志斌很喜歡讀書 所以他在書房應該會有電腦和很多書 怎樣?這樣也很遲得到 有多遲? 遲了整個小時,有你八點現在九點了 真的脫鞋? 是呀 隨便吧 你脫吧 我比較乾淨 即是你在家穿鞋子 脫吧 即是你負責在家穿的鞋子 是造型 那就是 關斌一向都是 去到哪裡都要有造型 每次見到他,我就會有一點現真身 平時我是瘟紋以外 我們好像很多年都沒有一起住 真的 十幾年 十幾年 是因為現在你經常找我的東西 所以我才說搬走 我自己住不知多開心 那你衣服那些呢? 底褲那些呢? 你說你家有很多嗎? 天啊,我的底褲怎麼適合你穿啊? 八神經,你這麼大 那倒是,我怎麼都比你大 今晚就睡這裡了 什麼? 今晚,這是我的書房 我帶你參觀一下 這裏我睡哪裏?有什麼睡啊? 這本我也有啊 這本 是嗎?料理圖鑑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煮東西 我吃呀,因為… 密碼是幾號啊? 嗯… 我還沒在床 我還沒開的 我第一樣東西要弓箭的就是你的 為什麼呢? 我今晚睡的時候,我不想你妨礙我 你又殺雞嗎? 什麼吃雞呀? 這裏很久沒睡 你看你今晚睡哪裏 因為… 一定不是這間房吧? 我家裡就是預料了… 就是如果要來睡就一定是跟我睡 所以我整間屋就只有一張床 這裡是我的衣服館 這裡就是… 我們今晚同床共彼的地方 原來你的玩具都放在這裡 沒錯 沒錯 關志斌其實一向都很自戀的 大家一起帶大家看一下 不是呀!未知放在哪裏 睡覺看過去都會看到自己的樣子 關志斌呢 你先睡一會吧 他有一個習慣的就是… 很喜歡招呼別人上床睡吧? 他就是… 他永遠問別人哪一件事好 別人說那件事很好 他就會馬上用那件事 他不會覺得自己會覺得好不好 你現在真的說我是一些盲目消費的人都在這裡 不是 我有搜尋過的 這個我有新購買的 Hey Siri, play some boys song Boys? OK, playing playless boys 真的有 是不是一睡醒就播了? 但是你本身入了歌單的 沒有啊 不是啊 為什麼一來就準備好 他是連了WiFi連了他的音樂庫 每晚就在聽著歌就在這裡睡覺 這個挺方便的 不用自己的 Hey Siri, stop! OK的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我那時候在日本夾了一把一比一尺 不要了 算不可以放 算了 你肯定想放 不是啊 你不可以放 你釘兩口釘在牆壁上手 發神經的這幅牆這麼漂亮 這幅牆就這樣放在這裡 發神經 這張椅子很舒服 我每晚會坐在這個角落 看我的烹飪書 我今晚真的是Chef Kenny Jermyn Oliver Jermyn Oliver他 然後我按在IG那裡 就放一些沙律 很多人都問我那些心得 然後做一些心得就是怎樣 買一本書看就行了 每個人都以為 那些沙律 是我在下面那餐廳買水的 聽說關志斌 你看我的玩具放在這邊 香水的真的有 你怎麼知道 一向都會變香水的 這是我的玩具 打開來看看 嘩 難怪不見了 這裡還有一架超入金 嘩 真的太誇張了 我自己坐在這裡 嘩 你是不是小時候缺乏 缺乏童年的 其實你的童年是不是太多陰影 所以你買了玩具回來 現在補回來 就是 今天就是你泡泡浴的地方 泡泡浴 你又想浸浴嗎 在這裡 看看看不見到有些甚麼 喂 走吧 還打算浸一陣 我們以前住莊園那裡有沒有露台 沒有 沒有 有一個很大的窗台 是的 有時候我就會自己在這裡吃早餐 吃早餐 明天我們可以坐在這裡吃早餐 你怎樣吃早餐 就把桌子放在這裡吃 你不覺得窄的嗎 又沒有冷氣 都是你覺得窄 我剛剛看 不過這裡是舒服的 可以看看 看看衣服 看看海 麥膠旅行 喂 今晚吃什麼 新西輝喝點什麼 隨便吧 沒有啊 只有水 喝貴就不貴 這麼快拿水出來 怎麼搞的 喝就喝吧 不喝就白了 喂 為什麼你經常都遲到呢 沒有 沒遲到 沒有 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時間 我們剛剛出發 你都遲到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個時間 你的時間比其他人慢了一點 我是荷蘭人 有一點延遲 Holland Holland Fan Holland Fan 我一見到他或他一見到我 大家都會馬上掃底 我們又不是罵其他人 不是工作人員 又不是什麼 總之看到你我就不順眼 我記得有時候 無緣無緣無故上車 大家沒話說錯 在開啟 突然做事的時候 無緣無故都會想 無緣無故看一看 看什麼 東西啊 然後就 不是 什麼 做什麼 我突然想起 你有些東西令我 因為我的反應 通常是比較延遲了一點 即比較慢了一點 我當時是經常 都不見東西 各個助手 在他身邊走 很開心 電話鎖匙 隔幾分鐘的電話 然後銀包 甚麼都可以收拾 真的收拾得很開心 我見識過他們才喜歡賣東西 即嬌姐那些是一款不同顏色 要賣光的 都是那一句 二層三 然後又不知穿過多少件 那時候我們一起住的時候 比這裡小 小一點 那時候我們住 好像也六百多尺吧 不記得 六百多尺 我們那時候在銅鑼灣道 銅鑼灣道住的 銅鑼灣道口 下面有一間衛康 24小時 你經常去買菜 但是不過等到它臭也不煮 我記得當時我們家 曾經有兩個星期 有一股死老鼠的味 回想起來 我也覺得很恐怖 那個味道 是一天比一天濃厚的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一股味呢 話說 我以為你不洗澡那股味 沒理由這麼多都不洗澡 兩個星期 話說我們 我們經常都會出去做事 會看到很多不同的粉絲 粉絲 我記得當時 粉絲經常送食物給我們 最初是想著薯片 餅乾 朱古力 但是有一次 我們很多時候回到 一直放在一旁 有一次我就 拿一些東西放在一旁 隔了幾天後 CANY就無緣無故走進房間裡 好像那些緝毒犬一樣 在那裡索 然後就問 為什麼有那股 有那股死老鼠的味道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聞到 他聞到 他的鼻子比較靈敏 然後聞一聞一聞 那股味沒有人會聞不到 真的聞不到 我很記得 因為我自己其實都真的喜歡煮東西 但是那時候真的 唉 小時候我什麼都不懂 有一天晚上他要去開工 那我早下班 我問我先回家 那你繼續開工 我回去煮點湯 等你回來喝 那回去就開始煮了 那他晚上回來的時候 一進來就滿心期待地 打算去喝湯 那一打開門 一看到煮東西 他走出來 才是分開力 不是煮了湯嗎 為什麼只剩下洗碗水 而那碗洗碗水 其實好像是洗腳水 就變成有泡 因為我小時候不懂煮湯 亂來 骨頭又沒有水 所以就有很多渣 然後回來就問 為什麼要洗碗水 你喝光了 我不是 我煮不成 變成一煮湯 那你還想不想和我一起住 我一定不想 因為我現在家很乾淨 我當然想 這裡這麼漂亮這麼大 因為我以前和你一起住的時候 我們家是沒有空的 是你的東西 你沒有 我這個非常好 你的玩具哪有現在這樣 我最喜歡走廊 跟這條走廊差不多 你哪走到那麼多 這條走廊那麼多 那些很好 我都好啊 經常買單車回來 無緣無故 然後玩什麼好玩 然後買一塊滑板回來 你那些 我那些50盒 就這樣堆起來 都是很小的 都說不牙位 你無緣無故買那些 不知道什麼 什麼單車 那些 什麼啊 那些滑板 不知道站在那裡 你送給我的 是嗎 我送給你 我幾年送一份禮物給我 我人生真的收過 他最貴重的禮物 是啊 然後還要嫌棄 哎呀 我洗澡的時候 差一點點石子 我送了一隻耳環給他 那時候送了一萬多元 你知道嗎 我送給任何人都沒試過送那麼貴 我第一次送那麼貴的禮物 你知道嗎 他說 我洗澡的時候 差一點點 沖了進去那個洞裡 小粒裡 嘩 我聽完之後 生氣到我了 我沒有心 不是我沒有心 那我真的送 我父母也沒試過送那麼貴 我跟你說 生日禮物 吃東西 吃東西 煮菜嗎 你家裡有什麼東西嗎 我去街市買 我家什麼都 有些很健康的 橄欖油 行了行了行了 走吧 我們去買 我知道你什麼都沒有了 先冒航 我去買 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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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